年前爆发售肉筋事件 对此国民党立院党团发起联署 要求立法院提前召开临时会 并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进行食安报告 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福坤奇表示 16日韩国瑜会召开朝野协商 对此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民指出 临时会是收会期间在开的 2月1日立法院第11届第一会期已经正式开始 没有开临时会的空间 现在只能由立法院长韩国瑜重新召开党团协商 提前开议或是朝野协商20日开议日 再邀请陈建仁来立法院做食安专案报告 你支持国民党召开临时会吗 欢迎留言你的看法